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制作人黄玉生 其实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句话 因为我讲错了 我讲错了 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以后 然后大家就印象中变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后来因为这句话也拍了一些广告 凡洗过必不留痕迹 拍洗粉广告的时候 这句话也帮我赚了不少钱 我认识的阿亮 他是一个咸咸吃三碗的艺人 就很容易在他身上捡到饱 第五十世界金钟奖的发展典礼 我有另外一个任务是 小燕姐要领终身成就奖 我要帮他引言 我觉得是我演艺工作里面 很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 这比我拿什么奖 我都觉得是更开心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主题改成 阿亮之谦虚为人故事 没有 真的 去上场节目他要惩罚 他说惩罚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一到现场惩罚变成蜡烛 滴在你的腿上 他就跟你讲说变成蜡烛 就后来拿着拜拜的 很烫 什么低昏蜡烛 你喜欢玩电玩的吗 现在在玩吧 你在玩吧 对 选去哪里可以碰到你 国库经典馆 国库经典馆 他们老婆就在那里抓宝 所以现在我们都应该怎么看 你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还是一名电视综艺主持人 全方位的艺人 有才华吗 什么都可以搞 综艺主持人 不是因为跟经典 在大圆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今天我们是一个最有热度的一位客人 我们的亮哥 阿亮 今天刚刚从金钟奖的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光辉当中 走到我们的凡尘小店 感谢我们的黄大制作人 老朋友了 老朋友了 认识也是将近三十年了吧 快三十年了 快三十年了 你怎么祝贺他 我觉得 其实我不想祝贺他 因为我觉得这是理所应得 今年还不是他得 那要谁呢 这话讲得好 非你莫属 自己朋友才敢这样讲 非你莫属 你自己有也是觉得这个势在必得吗 其实没有 因为其实入围的每一组 其实你都觉得既然会被入围 因为以前也有入围过 所以你知道入围的都是很强的对手 那其实李我上次拿这个奖 就众议节目主持人奖 已经隔了十八年了 对你上次2001 对2000年跟2001年的时候 连续两年得 对那时候都是 就是詹小燕姐哈琳娇娇的光 那这一次隔那么久 其实你对你莫得奖已经没有那么 对没有那么在乎 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主题改成 阿亮之谦虚伟人故事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真的 这次又跟焦焦一起 那又是超级系列 以前超级今天 现在变超级同学会 所以实话 吃蛋糕再听听 我们今天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 又红又亮的 哇真不好意思 在所有的入围的受讲者的 在台下的镜头当中 你是看到最淡定的一位 你是那边好像衣服就是路人甲 观看这个 你是当时是什么 处于这个失忆状态 还是处于 你很淡然的一个表情 我其实那天 就第五十世界金钟奖的 颁典典礼 我有另外一个任务 是小燕姐要领终生成就奖 对对对 我要帮她引言 要帮她引言 小燕姐她演艺工作 有六十六年的资历 然后你要把她的这六十六年当中的一些 丰功伟业啊 一些就是不管是目前的或幕后的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把它讲完 其实那是对我来讲 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那天我 压力很大 所以在揭晓我们那个奖项之前 引言部分已经结束了 就是圆满达成 你处于一种解放的状态 是真的非常解放 所以那个引言的时段 小燕姐总经常讲 那一趴过了以后 就整个人是放松 好快乐 就真正享受那种放松的感觉 然后其实拿奖 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讲 来 喝口茶 谢谢 喝茶 好茶 冠军茶 好喝 上台的 上台的感觉 就领奖的感觉就是觉得 我就一直记得说也要谢谢小燕姐 一定要记得谢谢小燕姐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 出道那么多年 可以出道第一天 就是在小燕姐的经纪公司 一直到跟黄子焦三十一年之后 然后在小燕姐得 中生成就奖的这一次的 这一届的典礼当中 我跟黄子焦也可以拿到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我觉得好像可以 献给小燕姐当个礼物 最早的时候是 刚好我跟焦焦 跟小燕姐一起吃饭 然后小燕姐的意思是说 那你应该就是你们两个吧 你们两个要负责吧 然后焦焦那天是典礼的主持人 然后小燕姐在看我眼 那你怎么样呢 我说当然 你行吗 对 不行也得行 就是不然还有谁 应该就是我吧 应该就我要来做这个事情吧 那所以就 那经纪人会担心 公司就是 那有团队 幕后团队帮忙 表演演出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还是有一些瑕疵来一些螺丝啊 一些什么 那一开始在 因为大概整整大概三张左右的那个 A4的那张纸要背 一开始就是 就是决定就把它背下来 你不可能去看读稿机或什么 那可是你到了彩排的 就是上台前一天有彩排 因为有字幕 要不要偷懒一下 就看一下字幕机 看能不能这样 也轻松一点 可是你发现 你看了字幕机以后 你反而把你原本的那个 那个情感 对情感 而且你要 你原本很顺很顺的 你脑袋一直在动 不能看 对你一看就完了 就后来 那糟了 就那天回去以后 结果变成你的终身成就奖了 不是 对我就 就还是得背 所以那天晚上回去 就背 就大概背到九层 大概十层 就有把握了 有把握以后想说 不行 躺下去已经没办法睡 可是你第二天 一定要有睡眠 我就倒一点酒 就是 一边喝酒 一边背 看你 你连喝酒状态 都可以背得出来的话 应该就不会忘了 就喝点喝点喝 而且差不多也背手了 那时候去睡 你也不用 脑筋就不会乱动了 就可以好好睡一个觉 第二天再去点凌 这边我要插个嘴 就是 因为我们平时 有时候会小聚会 所以我们那时候知道说 他要这个 当隐言人的时候 我们就 要不要出来吃个饭啊 要不要出来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表演 对他来说 压力不会太大 为什么 因为他那么多的舞台剧经验 面对群众 面对那么多人演出 我觉得这个段子 对他不会太难 结果约不出来 我要背那个 然后再隔两天 要不要吃个饭 我要念那个 他把那个当成一个 对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是从原本写出来的稿是八分钟 背完这个又删掉一点 然后又改 然后顺序又掉 又什么 就是我一直背 然后最后 典礼那天我讲的那个内容 我女儿在家看说 把他跟你背的不太一样 你怎么有些都没有了 相信这是一个 这已经不是一场演出了对你 对不是演出 从一开始 我都不觉得是演出 就是可能一开始 经济台湾跟我讲说 你要很重视这个事情 你要 就是一个 他觉得是一个 比如说你可能要有一些 一些亮点 或一些趣味 有一些秀的东西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这不是 我不觉得这会是一个秀 所以就是把小燕姐的一些 一些咨询 一些一些数据上的东西 我要清清楚楚 把它把它讲出来 然后就是视频八文 我觉得应该就是 你不出错就好了 我只觉得说不要出错 很不容易 对我真的跟我台湾讲的一样 我觉得是我演艺工作里面 很光中耀祖的一件事情 因为小燕姐拿到 电视从业人员最高 荣誉的讲座 我可以去帮她引言 我觉得够了啦 这比我拿什么 拿什么奖 我都觉得 我觉得是更开心的 我从一个老的问题开始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句话应该不是你发明的 不是我发明的 但是凡住过必留下邻居 是你发明的 这个话我找到经典没有 其实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句话 不能说是我发明 但是确实是由我讲出来的 因为一般人都讲 反走过必留下足迹 不会讲痕迹 因为我讲错了 我讲错了 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以后 然后大家就印象中 变成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我小时候会收集一些书卡 小小的书籤夹在书里面 看书可以夹在书里面 像那个日记本上的 小小的小小的 它里面就有一个小书卡 上面在一个沙滩上 有几个脚印 然后他那句话叫反走过必留下足迹 是有这样一张卡 我有印象 然后后来我们去做巡人任务的时候 跟那个编剧一起在找的过程当中 他都会有一些到哪里遇到困难 或到哪里遇到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要讲一些话 说现在怎么办 没关系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虽然不住这里 但是反住过必留下邻居 我们父亲问一问 那后来因为这句话也拍了一些广告 反洗过必不留痕迹 拍洗粉广告的时候 要找全台湾最脏的小孩 这句话帮我赚了不少钱 爱过必留下回忆 反念过必留下成绩 反什么就 后来就有一个反什么就必什么 其实我认识到阿亮 其实他 我们制作人的定位 其实我们把它定位成 他是一个点点吃三碗的艺人 就是譬如有时候我们跟他raven的时候 其实他就嗯嗯 我们就知道他可以帮我们做到一些基本分数 我就趁你讲话我就吃一点东西 但是他常让我们惊艳的就是 常在录影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这些制作单位这样的feedback 突然讲出一个很有名的句子 或者变成阿亮的一个mark的时候梗 所以就很容易在他身上捡到宝 就是这个艺人是我们给他十分的东西 他会做到二十分给我们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合作上面 我们就常说就是干嘛 这样这句话 反正亮哥明天会加分给我们的 他会临场发挥 他非常会 譬如跟黄梓椒做节目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黄梓椒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给我们 因为他本来就反应很快 在对剧本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东西了 可是有时候跟他对本他就嗯嗯啊啊 就上去以后说我来 其实真的要得分的就是他 其实我最有印象是 小燕姐跟他演那个伊丽莎 就我们当然是要去看小燕姐嘛 嗯 对不对 小燕姐当然演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最后演完的时候都是 都是说阿亮你超厉害的 为什么 他戏少 但是得分都在他身上 这个就是 笑点啊 那个人是那个时候 那个角色刚好是 是有一些笑点在你身上 就 那个不是不是故意的啦 你是超级虔是吧 他凡事都不去功 对不对 都是这样子 就像这次嘛 就是譬如那时候我们知道他入围的时候 我们说哇那不错 他说哎是靠佼佼啦 我 我说啊 就佼佼也得跟你配合嘛 那你们还组过什么 帅哥团是不是 帅哥综艺团 没女主导的时候 对对对 柳尔金 都在女少星 对对对 哇 所以你怎么比较他们同出道的 他跟黄梓椒来讲 尤其是这次又搭档 他们两个算什么样不同的主持人 就是在聚会聊天的时候 他常常讲很多笑话 我们笑得要死 可是我常笑完以后 我就说 你做节目怎么没有这么好笑 有些话 节目里面不能讲 对不对 他在台下讲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尺度上讲 因为以前其实 不行了 真的不能讲 电视上真的不能讲 因为我逼他做过什么事情 他很难逼的 他用骗的 对 逼不会用骗的 用骗的 去上场节目他要惩罚 他说惩罚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的事情 一到现场惩罚变成蜡烛 滴在你的腿上 他就跟你讲说变了蜡烛 就后来拿着拜拜的 滴到 很烫 什么逼婚蜡烛 所以你怎么比较他们同出道的 他跟黄梓椒来讲 而且是这次又搭档 他们两个算什么样不同的主持人 其实我觉得 他们两个就是一块 马拉基士 谢谢 谁是马辣的 马辣是他咯 马辣我吧 你是马辣 不是 我以为是鸡翅是马辣 有辣的跟不辣的 我要点马辣的 他比较不辣 我想说老板要点菜了 两个都一样了 谢谢 我这边又有什么大餐馆 还让他点菜 其实要这样说吧 我觉得 其实佼佼其实是一个 比较 怎么说 基本分跟拉流程 你交给他是 完全是 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呢 其实他在我们整个节目的架构里面 长骨头 这个佼佼会帮你架得很好 但是长血长肉 我们通常靠亮哥比较多 没那么厉害 佼佼接丢球跟接话的tempo是非常准的 然后亮哥常常会想到他会很客气 停半拍 有时候就过去了 但是呢 他在他这个我们讲说节目流程中 当他过去过去的时候 他累积他的能量 三分三分 最后他拿到的是十分 所以他通常我们最好笑 或最有效果的点 永远发生在他身上比较多 偶有佳作 偶有佳作 你客气了 你客气了 我都会就见好就收 因为佼佼很好剪 你的很难剪 你知道后知的时候 所以他在这个节目的中间 他是一个最后能够蓄积出 他的一个功力 所以他在里面的tempo 叫要是啪啪啪 他就是砰啊 啪啪啪啪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搭配 为什么这次 我觉得他们得奖 我相信也是这个理由 可能他们长久二十几年的默契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我其实早些年的时候 因为我比较喜欢跟在大哥大姐身边 因为你不用负什么责任 收视扛什么收视率 就大哥大姐在 然后我们在旁边当那个绿业就好了 那个时候只有三家电视台 所以你谁站到小燕姐旁边 你天天看小燕姐就会看到我 看久了你就红了 你有时候不见得讲话 有时候他讲一讲 我就自己就躲到旁边去 导播也没说什么 后来我一开始就助理主持的时候 我就经常躲到旁边去 为什么要躲 不知道就觉得不知道干嘛 就散开来了 然后后来因为久了有经验 慢慢慢慢经验比较多了就 可能你不得不 你出道比较多年 你不得不好像有时候 你也必须要当主key 不能够只能当绿业 我最怕那种一整排的艺人 然后那种大开场访问 那种你就觉得 就想躲起来 休息 他讲话就有点尴尬 有没有去鼓励他或者是 有没有下来吵架 他没有鼓励我 他在后台一直酸我 拿钱不办事 对 你刚刚是不是都没讲话 那算了 以后根本不用 发麦克风给你了 讲一些很 这我跟我讲的鼓励不太一样 郑正跟你道歉 故意讲那些话 就是酸你 刺你 以前真的有时候 录完一趴 我说你休息 导播tag到他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他有的 真的是客气 我觉得个性 因为他真的 譬如说他常常很习惯 比如以前我们做节目 如果有佼佼 他就觉得说反正佼佼 会把话讲完 那他就只要见风插针就好 可是问题是 如果没有找到凤 那那集可能十五分钟 錄完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因为那时候佼佼 个性真的比较急 像我们这次的合作 他就我们就有一些讨论 那他现在你也会发现 如果有看的话 佼佼也就比较会 就是留缝 或者是等你 他休息一下 他发现你可以出来 负责一些事情 慢慢 我们两个的搭配上 就有一些 慢慢比以前多了一些 成熟的一些默契 但基本上 从开始来讲的话 应该算是以谐心的身份 来进入这个圈子吧 谐心本身是要 很会在舞台上 让大家好笑 还是本身就具备 让人家好笑的性格 你是属于哪一种 还是会有一些 因为我听到他 老有其中过你 说你台下比台上好笑 喝了酒比没喝酒好笑 对 到底为什么你会这么感觉 不是因为 其实他为什么反差很大 可能也许我们在私底下说 就是这个字 反差 对 真的是这样 我们常常讲说 在私下 比如在聚会聊天的时候 他常常讲很多笑话 我们笑得要死 可是我常笑完以后 我就说 你做节目怎么没有这么好笑 有些话 节目里面不能讲 对不对 不是像台词以下 是不是天然地北乱扯 有些东西是可以乱讲 其实他真的 其实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是一个自律 跟很拘谨的人 因为其实他很怕 在电视媒体上 有时候突然乱讲话 或者是可能一个反应 他就就对 就坏影响 对对对 那但是我觉得当然 有些主持人我们遇过 就是反正他就随便 什么都乱讲 讲到你会吓到 但是反正他说 你后置剪掉 可是他是上台之前 他自己就有一个 好像一个规范 他在台下讲的 什么好笑的事情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尺度上讲 他比较好笑 没有 可是 没有 因为以前其实 不行 真的不能讲 电视上真的不能讲 以前我做过一个节目 叫做TV搜查线 然后有一次 我们就要出这个外景 我就找了亮哥 来 我跟你讲 我们这TV搜查线 搜查线还不错 你那时候你就来当我们下一季的主持人 我拒绝了他 讲得很难听 没有没有 因为有些东西 他们录的时间上会有一些 就是说要先 说要先安排 对对 讲难听点是做假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是不好 我不喜欢做假的东西 你不能叫我看着一个镜头说 你看你看 他那个人在 然后是写一个本 叫你说他们在干嘛 可是前面根本没有东西 他们没有正在发生那个事情 对着一个保特瓶讲话 然后 我说这种东西 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要去做这种的东西 你就要 你不能说我先讲完 你有新闻记者的性格 真实 不做假新闻 对 你会觉得你演起来不自然 那不真实的东西 我觉得会 对 有这么啰嗦的议员 不烦吗 超级啰嗦 而且我那时候 其实我要这样讲 那时候 我们制作人是说 我找你做节目 让你赚钱 而且这节目收视率不错 这个事可 我们吃饭喝酒就好了 你不要找我 做你节目 很有原则 很有原则 你现在给观众带来的 那种娱乐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一种成熟的 放松的 然后非常的 老少嫌疑的还是什么 我还是希望老少嫌疑一点 就是一些 我觉得 因为小燕姐一直就是 她的节目 你看到她在电视上出现 她就是合家观赏的节目 你如果是有很小的小孩 小燕姐的节目 你就可以放心去做别的事 她不会在电视上面 看到不好 听到不好 对 因为小燕姐 小燕姐会把关 她很多很温暖的把关 我觉得小燕家族的 这些的成长 影响你不少 是 应该是 我们怕丢她的脸 一个正向的一个力量 对 希望是这样子 我曾经有做过 也是她的节目 所以后来我跟她讲 我不要做你的节目了 因为她节目歪的 就是有些我会跟她 就争吵 就是 那我如果 她就出泳装 她不要 不是不是不是 就海边泳装的 不是 你有没有叫她穿 不是好几 不是 她就是觉得 她要跟这些保持距离 可是很多节目 都走这个路线 不是泳装 不是那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有一点点 我不是说二十几岁的 小伙子了 有时候我已经三十几岁 快四十岁了 然后她就出了户外 然后在水上 就夏天要清凉 来的都是 都是可能刚开始 要出道的小女生 她说是穿比基尼 然后要去录影 然后她可能就要 坐在你的 我们去抢气球 把气球挤破什么 然后他们要走 那个什么很危险的桥 不小心掉下来 现场真的有可能就 就会穿帮的 你就会看到穿帮 你就觉得 你也不忍心 看到这些画面 算了把这些再给年轻一点的人去做 你不要找我做 这我就 后来也慢慢就 就没 我觉得应该就要换 你不用阶段 你要做不同的事情 有一次 他是另外一个是网路上 他们有些影片 有些聚会 然后叫什么大网咖之类的 网咖 娱乐大网咖 找我去做 然后在里面讲 他里面就有一些 比较 因为是深夜播 是比较限制 限制级的一些影片 限制级的话题 就是网路刚开始 还没有现在那么 然后你在那边 你如果 你不讲话不行 可是你如果 就讲出来的话 你自己都不想讲 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 我不适合做这种东西 我应该讲算了算 你还是找别人 找我做节目 我都很保留 算了算 可是奇怪 他又可以去做 小燕姐那种 小燕之夜那种 那种 你不是不找那种 来找我 每次找我就 叫我做一些那种 你觉得你有底线 有一些自己的 自己 自己有一把词 有的事情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些 我现在最快乐 在这个工作上的就是 我可以选择 我自己要做什么 就是来邀约你的东西 你喜欢你在做 因为我逼他做 为什么 其实到后来 虽然知道他的原则 但后来还是逼 其实他很难逼的 他用骗的 逼不会 用骗的 用骗的 去上街节目 他要惩罚 说惩罚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一到现场 惩罚变成蜡烛 滴在你的腿上 蜡烛油 他就跟你讲 变的蜡烛 就后来拿是拜拜的 很烫 什么低温蜡烛 还是会烫到 因为那时候我们想说 亮哥不喜欢做假 那干嘛用低温的 那就来蒸的 就拿那个拜拜的 红色的 他下来以后 他就你 什么意思 就我要觉得 他最大的转捩点 我觉得是 他当爸爸之后 你自己有想开过早餐念的 我还真的去跟他们聊过 然后他们说 你开家不够 基隆 基隆这个机器给你 你可以开三家 他最大的转捩点 我觉得是他当爸爸之后 对 他后来两个女儿 长大的时候 我觉得他开始转性了 就以前年轻的时候 转性 对 就是性格吧 性格 多做一点功德 我觉得他就开始 比如说 他的把关的规格跟尺度 他就开始有所为 有所不为 你不希望你自己的小孩 在电视上看到你爸 你的爸爸在那边讲一些 那种你觉得不好嘛 你这些 对 只要你会把家里一些 那种可能那种 那种十八镜的东西 都清理掉 对 小孩在长大的时候 他就说 这光碟片拿去吧 我说 你为什么不看 整碟都送 没有了 就是 我要为数量有多少 没有 那时候都送整桶的 后来不用那一桶一桶 就用光碟了 后来就是一个大硬碟 后来用拇指碟 对 后来 以前都是一桶一桶 所以你 他说 这个在家里被小孩看到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他也用这把尺 衡量他之后的工作 他的艺人当中 他的家庭生活 他一直保持非常低调 是非常低调 而且他非常照顾自己的老婆小孩 我觉得 他也喜欢 非常幸福 他们也不是 只有我是艺人 我要泡头露面 他们又不需要 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逛街 有怎么去接触到你的工作生活 还是你就完全 他们不跟你谈论你的工作 其实不太会谈 我最忠实的观众 应该是我妈妈 妈妈是我有做什么 最近我录什么 最近有录什么 跟他讲 他就会按时收看 那家里小孩是你管 还是太太管 太太管比较多 我是比较白脸的 我都是跟我在一起 就是吃跟玩 不过你家里的经济权 都是你的吧 经济权是我 因为我老婆不会管钱 我还听说 老婆退休金是你给的 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两个人 结婚一段时间有小孩了 那小孩已经要 那时候还没读幼稚园 那老师 我老婆那时候还在当老师 那我的工作那时候 刚好也是我 当红的时候特别忙 所以我们两个就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就是要有一个人照顾 或者我们要找一个方法 因为两个一定要有一个人 多陪孩子长大 要照顾 然后老婆那时候当老师 我就问她说 你这个教书 当老师是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业 我搞不好我老婆 我想当书 最后当到教务主任 校长 或是当什么 所以我就问你 你教书是不是有什么 你希望做到什么 什么程度 没有啊 就是就是 教书很愉快 同时也蛮好的 教学生我也蛮开心 而且你如果交多久以后 我有 就二十年以后会退休金 我退休金 所以你是为了退休金 所以我现在已经交了 那么多年了 再做比如说十年 什么就有退休金 什么 我说那你退休金大概多少 他说大概两百多万吧 或是三百万这样子之类的吧 我说那我要不要先把 退休金给你 你就不要交了 好好照顾家里 就要照顾小孩 我说好啊 那当然好啊 他也觉得不错啊 就这给 就这给啊 对啊 照大英的数目 照实际的进额计算 你用18%计算吗 没有啦 我就一次就一次买断 你还知道用一次 一次就买断 比较划算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就把钱一笔 就一笔就给他 那我现在就是 我有多的就是 我们如果他又没钱啊 多的我就 比如说这个月我有多 我就分一半会给你 你去管 因为你给他多不行 他不太会规划 好多好多 然后就没多久就用完了 可是亮哥 亮哥这个投资 非常划算 你扶人的这个消费 不是很有计划性的 对他其实真的不太 他买过什么 你觉得让你吓一跳的吗 我就是你 你很难想象了 就是 没有他有时候 其实他不太 我记得有一次 我一直在他家喝酒 然后喝一会儿 我就回头看他 他们家墙壁上有幅画 我说亮哥这幅画是 他说 怎么有这幅 可能是 老婆买的 这样我就说 这幅画看起来应该不便宜 他说真的吗 他就问他老婆 就多少钱 他老婆好像去看一个画展 他说画可能是十几万 二十万 然后他就说 然后老婆就进去了 十几万二十万 我车子要换轮胎 我挣扎了半天 然后手机就拿起来 那个轮胎明天帮我订一下 他是很节俭的人 他就是这样 女生喜欢包包 跟男生喜欢换车子轮胎 那是差不多意思 所以你家里的生活落差 很有意思 可是他每次就说 他也确实买比较少了 他就是说 每次都说不买了 不买了 不买了 有时候出去要讲说 没有这个是经典的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经典的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 他对老婆很吵 你就会听到他有一个 有一个他就发现 后来就发现不止一个 因为每个都经典的 你就发现他什么 怎么今天又拿一个不一样 我是他拿出去 我才发现 接下来先生问一下 帮太太付一笔退休金 让她家里好好的 照顾家里是 这是不是好的安排 你觉得 我觉得是好的 是好的 因为确实 确实小孩子就是 因为吃喝玩乐是跟我 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有些什么要 要功课上的 或是什么学校的 什么各种事情 要讨论要什么的 都会问妈妈 妈妈以前当老师 所以对这方面 他肯定比较了解 而且你把你自己的工作 跟你家庭生活 是区隔得很清楚 所以他们念书念得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个性 就是他们都两个念书 我也没有要求他们 就他们自己想念 因为我就觉得 他们都比我以前 念书的时候 念得好 然后消费有跟妈学 跟你学 跟我 没有他们有固定零用钱 小孩子钱不会太多 小孩子也是个性 每个都个性 就是可能 那个姐姐就会存得 比较那个 她其实爱存钱 小的可能就 没有那么爱存钱 曾经在这个演艺的生涯里面 有自己低潮过吗 觉得 低潮难免会有 对就是 特别严重 当然就是我 我一开始在学生时代 就已经出道了 后来去当兵 当兵当了快两年了 回来之后 就是你同梯的 就都更红了 然后你以前是学生 你只要赚一点 你用钱 然后也就很够用了 而且又出风头 在校园里面 人家都认得你那种感觉 可能你回来以后 要把他当工作 就当你的事业来做的时候 反而比较患得患失 就你越想好 你越不好 然后你就想要 他们都这么红 要学他的方法 你教教很喜欢看报纸 各种资讯 听很多 你就学他买报纸 买杂志 那种那种看 根本不可能 看得完 你看了半天 也没有比较厉害 然后慢慢主持 甚至主持到最后 你又再越旁边 然后有个来宾比较多 麦克风不够 接一下 你就接出去 然后就没有拿回来 那天就没有麦克风了 你讲的话都没有用 那就有点沮丧 哎呦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 我是不是应该就再赶快 如果有一些活动可以赚钱 多做一点什么都做 然后赚点钱累积一些退休基金 回去开一家漫画店 或者开一个什么 什么 录影带店 录影带店 之前那个时候的想法 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对啊 但这次得奖 对你来讲 即使这么有成就 已经这么样走过这个路 我常常想说 他是不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鼓舞 跟士气的一个提升 你说得奖是不是 对这次 得奖 得奖也是啦 对在这个阶段 可是我觉得拿个奖 然后可以献给小燕姐 那种感觉 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一直觉得 小燕家族当中 我觉得我比较差劲一点 就是其他都很好 你一直在用生逢的语词 来解释你自己 先唱菜 这个今天是我们的 赖赏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炒羊肉 可以很温暖 这个很多人的新的一道菜 山羊开胎 山丝羊 哈哈哈 对啊 那个这个金钟奖真的是 恭喜恭喜 太厉害了 太有料了 谢谢 有料的鸡翅真的 所以刚刚鸡翅也是有含义 谢谢鸡翅 有料 这有料 这个绝对有料 鸡翅都有料 感恩 这个炒羊肉我知道了 因为我念书的时候 就是我刚拿到零用钱 那個月一剛開始 我那時候去 就是我就讀蛋漿 三腳下有炒羊肉 那時候一盤才四十塊 那四十塊再配一瓶啤酒 我覺得就是 就是享受了 就美味了 就是很過癮的享受 所以有時候吃到炒羊肉的時候 就是你會百吃不厭 就會蠻喜歡吃 吃到的時候會想到 以前很容易滿足 要記得很簡單的滿足 其實現在還是可以 你那個心態才對 所以我喜歡吃小吃就這樣子 不見得喜歡吃大菜 或多貴的 多什麼好棒的食材 或什麼 就很多很簡單的熱潮 很厲害 就什麼就很好吃 所以你自己有想 開過早餐店是不是 沒有 在工作裡面 有很重要的部分 算蠻重要的 所以現在我們究竟怎麼看 你是一名舞台劇演員 還是一名電視綜藝主持人 全方位的議員 有才華嘛 什麼都可以搞 所以你自己有想開過早餐店的 沒有 早餐店我起不來 想開過錄影帶店 錄影帶店 然後旁邊開一家炸雞店 對不對 我以為什麼要量 就是錄影帶店裡面 有擺一個小房間 我可以看電影 看影片 最早是漫畫店 你給我給人家漫畫店 你自己當老闆 你也可以看不要錢的漫畫 別人不看 我自己還可以看 不怕 後來錄影帶比較方便 我再看錄影帶 我還真的去 那時候百字達 我去跟他們那個 就是聊過說 如果要開一家 加盟的錄影帶店 然後他說 那時候他們那個 裡面的主管跟我講說 你不開一家不夠 基隆 基隆這個地區給你 你可以開三家 我說不用 他說評估的基隆地區 大概的那個三家 沒有 沒有 我只要一家就好了 否則是基隆錄影帶大亨 還好 我來錄影帶 現在沒有人在住戒 就在線上 至少做過 還好那個時候沒做 做完就慘了 你保證慘了 你留了 你留了 吉卡錄影帶 留給誰看 其實你的興趣很多 我剛才你喜歡玩電玩對不對 有一陣子 那你 因為我主持電玩節目 所以我必須就 那個時候什麼電玩就要玩 現在還在玩嗎 現在在玩寶可夢 你在玩寶可夢 我一開始是說這個心理 尤其現在那麼熱 大家在玩 我們就來看看 就抓一隻 就晚上吃飽飯 走走散步的時候 對 去哪裡可以碰到你 去走走走 國庫經驗館 國庫經驗館 他們老婆就在那裡抓寶 一邊散步來 散步一邊抓 我最瘋狂是有去那個什麼 那時候什麼海 要抓成龍 要到海邊 什麼漁港 我知道 今天沒通告 我就開車去新竹 南寮漁港 都沒抓到 還有一次在淡水 專程為了一隻成龍 我已經騎腳踏車 很累 已經騎到關渡 然後騎到渡船頭 巴黎渡船頭 已經往回騎 我住在東區 我已經騎過了 看到關渡大橋 然後有個時間說 剩下大概二十分鐘 那隻成龍就要不見了 腳踏車掉頭 我又拼回去渡船頭 然後抓到他 然後就覺得很過癮 腳好痠喔 那又回家 還要前回台北 全身痠痛這樣 因為鄭世銘 他做事是可以執著到底的 是 那是好玩啦 就很喜歡收成套 你覺得那個圖鑑沒開 你就覺得 你有興趣之間 你就會一直做下去 應該是啦 是啦 他是 很有毅力的人 以前還攀岩是吧 以前還攀岩 攀岩是都露營的 我都是因為露營的工作 出外景 體驗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就去潛水攀岩 高空跳傘 什麼高空彈跳 都做 我覺得最害怕的是 那個高樓緩降體 我覺得很恐怖 就是有火災的時候 有那個緩降體 他是只有一個袋子 就夾在這裡 扣過來 我去試的時候是六樓 六樓那個圍牆 你爬出去 然後你 你真的是臉色發白 然後你要自己把手放開 因為你不確定 這根繩子到底 因為他是 那個原理是慢慢拉 他會動 可是你一塊 就變得很慢慢慢慢就下來 我那一次 我覺得是最恐怖 你自己要把爬過那個牆 他要把手放掉 等於是要跳樓出去 那種感覺 我那個是那次 我覺得比什麼都恐怖 因為高空跳傘 現在這些危險的這種 如果再來嘗試 你還會去試嗎 現在不會啦 現在有些我都會跟他們要求說 就不要了啦 因為有老婆小孩 你覺得你要 你要更愛惜自己 就是有些冒險的事情 他們不會希望你去嘗試 他們不希望 以前做這些事情 他們都 他們都 不敢告訴他們 對 不敢告訴他們 他們如果知道都會擔心 所以現在你呢 我們看到你 其實後來這幾年 嘗試做舞台劇的演出 那 舞台劇現在算是 你演藝工作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算蠻重要的 就是一開始最早演的時候是 是演四個人的戲 就跟果頭劇場合作 四個演員 第二次演是 兩個演員 第三次演是三個演員 人都不多 那後來演兩個音樂劇呢 就是有一群夥伴 那得到的那個樂趣 不太一樣 那對我影響最大 應該是跟金士傑老師 兩個人演一出 時尚心切 時尚心切的課 那我就是 因為被金老師影響吧 就你認識一個 這樣的一個 很有智慧 然後又 就很會表演的一個老師 然後你在 你跟他這樣子 擊敗場的這種合作 然後看到他 即使他是這樣的一個大師 他是怎麼樣去 拿到一個劇本 讓他變成 可以呈現在觀眾面前 你看到他那個態度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 我不是把劇 台詞背下來 我就可以上台了 自自繼續去斟酌 這個話不應該這樣講 或這句話講 會影響到你 好幾頁劇本之後的 另外一句話 就你會發現 有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 樂趣在裡面 然後舞台劇又那麼直接的 因為觀眾就在現場 你不用回家 就是等收視率 或是等什麼 其他的一些口碼 你在當場 就可以知道 他們喜不喜歡這個戲 然後 或跟著你的戲 笑或哭 把你的 其實更符合了 你的謹慎性格 對 我覺得這個好 因為你可以準備好 早就開始演 早就開始演 因為你到上台 所有的那天 你有三個月 甚至更多個月份的時間 是在播一齣戲 你是準備好了 你才給人家看 你要花錢買票來看你的演出 所以你上台那天 你是準備好的 那你就 就你知道你的東西 是可以給人家看的 那種感覺就會 就會覺得 比較有成就感 那個成就感不一樣 可是相對你剛剛講說 每天立即的回應 萬一那天的表現 不如你想像的那般好 那不是也是一個巨大的失落嗎 當然也會 因為我其實也蠻挑戲的 雖然我演的不多 我可能會挑劇本 挑合作的夥伴 你希望跟很厲害的 比你厲害的人 你可以從他身上學到 就你接一個戲的時候 他也增加了你對表演的自信 其實應該有 不知不覺就有了 可是他那戲本 其實也把你原來在 電視中給人感到的形象 也是改變了 對 算是有 所以現在我們究竟怎麼看你 你是一名舞台劇演員 還是一名電視綜藝主持人 是一個嚴肅而帶謹慎的人 還是一個詭諧的幽默感 但是到底我們怎麼看你 今天談了這麼多 我都覺得 我就講我是一個 你現在是個多樣對不對 是啊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你 我也不知道 因為每個表演不一樣 全方位的藝人 有才華嘛 什麼都可以搞 對對 那時候 綜藝做出來 不是 因為跟 全方位 因為跟金士傑老師一起演出的時候 那個海報上要有一個宣傳 那老師是國家 金老師是國家文藝獎得主 我沒有抬頭 我寫個知名藝人 那個太隨便了 然後我就 那我們弄全方位藝人 這樣寫的 跟國家文藝獎 看起來對照起來比較那個 對 自己又說服自己說 對 你又有主持 也有出過唱片 也有演舞派劇 也有唱過電影 對 就是 我是全方位的 哪一個工作人員 你其實最喜歡 其實都喜歡好難 因為我也被問過這樣的問題 我很難在這麼多 不同的表演當中 挑到一個就是 說我最最最最喜歡 我其實覺得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最不可能 但是我卻有那樣的寶貴經驗 就是出唱片當歌手 當藝人之前沒有想過你 你會當藝人 當藝人之後 你都覺得都可以嘗試 但你絕對不敢想像 你自己有機會可以出唱片 可以站在舞台上 然後有人來聽歌 是為了你而來 那我曾經有過自己的那種 歌友會 歌迷會 或到馬來西亞 雲頂那個有六千人的那種場合 從頭到尾就只有你一個人在唱歌 那感覺是很過癮的 就是很享受的 紫月的詞你還記得嗎 還記得 當然記得 還記得幾句嗎 孔子的中英思想四個人 人的表現是 己欲利的利人 己欲達達人 己所不欲他 勿施於人 如以人為本體表現 在具體的行為上 Everybody一起來 對父母為笑 對兄弟為替 對朋友為信 對國家為忠 對人則有愛心 Oh yeah 他已經在你的靈魂裡了 這上幾百場 幾千次都有了吧 所以你很自然就 印在你的腦海當中了 不太可能忘掉 而且他也確實是我的成名曲 而且是 現在應該變唯一首 現在還在傳唱 唯一一首還被人家記得的歌 任何人 對 你今天有這麼好的機會 站在一個人生舞台上 你可以到處選擇 就如你講的全方位 接下來你是要準備怎麼走 誰是聖誕老公公 他那個是我最累的一個舞台劇 從開大幕拉起之前 我就在台上了 然後我沒有下來過 連換衣服都在 都在一邊換一邊講台詞 然後有 合同聚一天可以演三場 把我累到一個 嚇到 嚇到我好多年不敢再接我孩子 你這樣為了自己的主要 不不不 我自己都 自己都有管不好 還收什麼徒弟 對 交交就有徒弟就有什麼 然後有時候沒有偶有家座的時候 那錄影真的會很尷尬 你今天有這麼好的機會 站在一個人生舞台上 你可以到處選擇 就如你講的全方位 接下來你是要準備怎麼走 其實我真的沒有那個 又來又沒計畫 真的沒有計畫 因為你計畫真的 講內心了 演藝圈這個行業 真的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真的 羨慕的就是那個什麼廖俊 那個 偶利上游台灣 因為我現在的年紀出外景 不能像年輕的時候 就哇 又可以上餐下海 又跳什麼 就是那麼厲害的 去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如果那個 是比較悠閒一點的 三五好友 到一個地方去看看 然後去開開眼界 又可以吃美食 欣賞美景 又可以熟悉自己的 也不見得在台灣 你有機會還可以出國 如果節目做的大的話 旅遊知性 行腳 兼具 還帶點美食 而且不用體驗那種很可怕 不用跳傘 攀岩 不用那麼辛苦的 我覺得那個年紀 我希望能夠做那樣的事情 對 那其實都不會真的去計畫要幹嘛 因為很多事情就是 他就來找你了 就是要看價錢 還是很貴 而且我那個時候還有 其實我那時候跟兒童劇的 如果兒童劇團的趙志強有聊 他有找我去演誰是聖誕老公公 他那個是我最累的一個舞台劇 如果兒童劇也算是舞台劇當中一個的話 最累 因為他從還那個 從開大幕拉起之間我就在台上 都一個旋轉的舞台就已經在台上 然後我沒有下來過 只有上半場跟下半場 連換衣服都在 都在一邊換一邊講台詞 甚至有個替身出來 在前面演 然後我在那邊換衣服 我在那邊後台也在講台詞 兒童劇一天可以演三場 把我累到一個 嚇到我好多年不敢再接舞台劇 後來還好是 就是經紀人啊 或是小燕姐推我一把 叫我再去演舞台劇 就才跟果頭劇場也有合作 其實你說以亮哥的江湖地位 當然有很多人找他要幹嘛幹嘛 他都 這不是我專長的事 就我做我該做的事 他能夠把自己做得如此單純 是 有時候有一些自己的原則 如果有把持住的話 其實你會 你會覺得比較 自己會比較快樂 對像有一些 有些怎麼講 就我之前也拍過蠻多廣告 廣告讓我有不錯的一些 削弱 對 收入 我那時候那個 接任何一個廣告 我都要知道這個產品的 好或不好 如果是一些代言就是說 我如果沒有自己吃過 我覺得他 我沒有自己試過 我不會說我自己講 我試過很好 然後我自己去推推薦給別人 我覺得是很 要負責的 很恐怖的事情 你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超級同學會 這是你得獎的節目 對 其實有點像是 超級任務的擴大版 有點像是一個延伸版 超級的 超級的延伸版 你自己人生 還有別的超級任務要完成嗎 超級任務 沒有耶 我那時候想想 我覺得說 我身邊的家人 是我最重要的 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老婆 我的孩子 我覺得 我自己沒有什麼太多的 願望或夢想 我覺得我已經 想要有的都有了 對 然後 退休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 反而是他們想要幹嘛 他們就是如果 如果爸爸媽媽有什麼 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老婆想要做的事情 孩子有想要做的事情 我如果能力可以的話 我會幫助他們 去完成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是好老公 照顧的好老公 互相啦 就是家人就是這樣 最後 他有沒有缺點到底 我覺得 其實我要這樣 這個朋友的 令我有缺點 這個朋友的缺點就是 想太多 想太多 對想太多 就是我覺得其實 直到此時此刻 他還在想太多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不計不求 我們常常有時候說 我們來做一下什麼事 他就這個不要找我 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知足的人 這個是很難得 在演藝圈裡面 有什麼祝福話給他 就是 期待你over the top 藍波都可以再 那個滴滴血都可以再拍了 最後一滴血 他已經講最後一滴了 所以你還有 你還有下一滴血 我還有 自己呢 你自己給自己 家人有沒有給你什麼祝福 這兩天 在家裡啊 然後恭喜啊 就這樣子啊 老婆也是 恭喜恭喜 就電話回來視訊一下 其實很快 第二天就歸於平淡了 拿完了就一時的爽快 而且就是 獻給小燕姐 這個話有講到了 好了 就很愉快 很滿足很豐富 對我在念書的時候 在學生時代就 就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也不是我自己想去的 是我的學長帶我去 然後我的學姐 剛好在那家製作公司 他第一集沒有學生報名 他找我 我們在學校表演經驗 把我們找去了 我就想然後小燕姐就是他製作 就小燕姐製作的節目 小燕姐又來看錄影 看到我 走到我旁邊說 你不錯表演的蠻好的 常來啊 然後後來我就 就幾次的又上電視的機會 好看啊 對還不錯賺你利用錢 就進了這個行業 對 我相信他一定很高興 有你這個徒弟 我很感恩就是出道就是 能夠認識小燕姐是 對 燒了幾輩子的好香 怎麼 以前在電視上看到的人 你覺得怎麼可能接近他 所以我好 經濟公司的 你今天會有徒弟嗎 你家那會有自己的徒弟嗎 我自己都 自己都管不好 還收什麼徒弟 教教教教就有徒弟就是什麼 我憑什麼教人家 我自己都沒搞好 對不對 很客氣 有時候沒有偶有加做的時候 那錄影真的會很尷尬 連製作人 現在在做製作人也會說 那你多講點吧 你講我才會幫他撿啊 也還是會收到這樣的提醒 像藝人到他們這樣子的 一個地步成就 还会觉得有时候自己略嫌尴尬 那很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是你的谦虚 是一个很莫忘初衷的艺人 如果这样子称呼 你在尴尬中带着无限的好笑跟有趣 对不对 好 也不错 尴尬中对 谢谢 感谢两位 祝福你们的友情 谢谢 记得将来要找一个荒郊野地 轻松 不能攀岩 不危险 好吃的一个节目 你要做那种花样圆圆的时候再找我 推轮椅啊 感谢观看